哈喽大家好我田田 那今天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中国女兰 那么我们都看到了 中国女兰在今天是没有比赛的 在稍足休息 那没有战火之后呢 中国女兰也会在明天正式的迎战法部队 另外呢 美国对战塞尔维亚 波多黎各呢 对战加拿大 比利时呢 对战澳大利亚 那对于这次场比赛呢 绝对是可以称得上是友人欢喜 友人愁了 接下来呢 田田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那开完视频 如果你支持我的观点 记得要帮忙 点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那么首先呢 是在9月29日的上午10点钟啊 美国女兰呢 将和塞尔维亚展开对决 那本场比赛呢 可以称得上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虽然呢 都是世界强队 但是呢 罕金量却完全的不同 美国女兰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啊 完全是不可撼动的 整体实力要超越其他十个球队啊 好几个档次 那目前呢 美国队呢 在女兰世界杯当中 是已经迎来了25连胜 过去三届世界杯的冠军 都是被美国队给斩获了 因此呢 轻松晋级 一城必来 那塞尔维亚队呢 必来也已经是行灰意冷了 在抽到美国队的那一瞬间啊 塞尔维亚就已经是被判了死刑的 在结果一定的情况之下 塞尔维亚队呢 虽然是绝望 但是也需要调整好心态 把握住呢 和美国队交战的机会 那正是呢 和顶级球队之间的差距 本场比赛呢 完全是不存在暴冷的局面的 而另外呢 中国女兰 优势就明显了 杀戮四强 一城必来 本次抽签呢 对于中国女兰来说 无疑也是抽中了上上签 如果要从塞尔维亚 和法国队当中选择的话 那么 法国队无疑是 最好的对手 法国队的阵容厚度 完全是无法滚味的 那之所以能够杀戮八强啊 完全就是由于 主力球员的表现 泰国的突出 但是呢 遇到中国女兰这种 整体实力强劲 主打团队篮球的亚洲禁律 法国队完全是 无法招架的 那中国女兰呢 在小组赛当中 也是四胜一负 场均能够贡献 八分以上的球员 就多达了七个人 而法国队呢 就只有三人了 这就是双方阵容厚度啊 之间最明显的差距 那韩旭呢 和李悦鲁组成的内线双塔呢 更是能够啊 吊打法国队 因此呢 对于中国队来说 冲击四强的目标 并不会太难实现 本场比赛呢 也是将于29日的 16点展开 CD追舞的体育频道 也将全程直播 除此以外啊 加拿大基本上 也是锁定胜举了 伯多里克呢 超额的完成了 比赛的任务 那这次加拿大呢 可以称得上是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 排名世界第四的 加拿大队啊 其实啊 并没有得到 国际蓝莲的认可 因此呢 在预测具备 栽牌实力的 球队知识啊 没有将加拿大 列入其中 而加拿大呢 却用自己的实力 让国际蓝莲 是打脸了 一路过关斩将 展现出了 超强的竞争力 那加拿大的对手呢 波多里克呢 能够杀戮八强 就已经算是简陋了 如果呢 波多里克的成绩 放在壁族 早已经是被对手 给淘汰了 那本次呢 波多里克呢 是二胜三负 排在第四名 若不是韩国 和波黑太不给力 波多里克 将很难杀戮八强的 因此啊 取得这样的成绩 波多里克做梦啊 都会笑醒 想要战胜加拿大 完全是没有希望 那本场比赛 也将在中午的 12点30分啊 展开了 那最后呢 也是东道主啊 胜负难料 比利时呢 是快胆肯的骨头 而整个四分之一 决赛的交战当中啊 悬念最大的一场 莫过于澳大利亚 和比利时之间的交锋了 这两支球队 整体势力 都是极为的接近的 谁都没有足够的底气 战胜彼此 因此临场发挥 也是至关重要 比利时队呢 排名啊 世界第六 而澳大利亚呢 排名世界第三 虽然名次上啊 有所差距 但是近几年呢 澳大利亚的阵容是老化了 实力也是明显的下滑 本次世界杯呢 澳大利亚 虽然取得了 四胜一负的成绩 但是啊 多场比赛 也是属于现胜 那比利时呢 也是极为的坚挺 战绩啊 只属于三胜二负 也是由于美国呀 和中国女兰 太过强势 本场比赛呢 也将在晚上的 18点30分 就要展开了 好了 本期视频 我们就说大展 记得帮甜甜点赞 加关注 我们下一次见咯 拜拜